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的磁场 他所受到的磁力是多少 多少 回家沒念書齁 來 29 號 來 i-plung i-plung 然後 l l close b 19 號同學記起來了嗎 i是什麼 l-plung是什麼 l是什麼 l就是電流的方向 所以現在你看到 l是電流的方向 所以 l close b 換句話說 這根導線 受到的這個磁力 ib b 就是 f 就是 f ok 另外說 我們 i 跟 b 是垂直的情況之下 那 你馬上你可以知道 l close b 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等於 2 pi r mu 0 i 然後乘上 l 這是 力的大小 那我們平成呢 因為這根導線非常非常長 所以我們會把它用單位長度所受的力 就等於 2 pi r 分之 就是 mu 0 i i i plump 這是 i plump 受到的一個 這個力的大小 那它的方向 是朝向 i 的部分 好 反過來 同樣這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思考的模式 來看待 就是說 i plump 這根導線 在 i 這一點上面 也會產生一個磁場 對不對 它磁場是多少 我說 i plump 這個導線 在 i 這一點所產生的磁場 b plump 就是等於 2 pi r mu 0 i plump 那它呢 是 相當於 i plump 在這一點上面 那你就是 它相當於它所產生的磁場 是這樣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來的磁場 是什麼 朝外的 然後翻軸 OK 所以我們看到了 i 這個導線 也是 受到一個外加的磁場 的作用力 那它的作用力的大小呢 我們把這邊寫一個 plump 好了 就是 plump 這一個 的地 所以 你這 f b 的部分 這邊把它寫成 那我就變成 i 這個導線 就 i l cross v plump OK 那你馬上也知道了 f v 除以 l 因為把它帶進來 l 跟 y plump 是垂直的部分 你馬上也看到 是什麼 l cross v 所以你看到了 它所受到的磁力 是 這個方向 這個是 f v 那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 就是 2 pi r 分之 mu ii 你從這裡 上面看到 實際上 它是大小相等 然後方向相反的 兩個粒 就是我們在一個平行的導線上面呢 你看到的結果 那這個實驗 實際上在 平常你在實驗室裡面 很容易做 那你們在實驗室裡面 也會做到這個實驗 那這實驗呢 卻是我們定義 安培這個物理量 安培這個物理量 定義它的時候 我們怎麼定義呢 我說 我現在 有兩根導線 然後我去測量 它所受到的粒 是等於 粒的大小是等於 2乘以10的 負七次方 每米 然後牛頓 ok 那這個實際上 就是單位長度的 手受的粒的大小 那你測量出來以後的話呢 我們說 這兩根導線 如果 I 等於I±的情況的時候 那我就說 這時候所通進來的電流I 是等於一個安培 這 安培的定義 是這樣子來的 好 那 換句話說 這是非常 實驗型的操作型定義的話 那非常 Ware Defined 的部分 那 這個 這個問題 在衍生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我說 如果 我這個導線呢 裡面是液體 這個液體呢 基本上所謂的液體的話 已經是 所謂的 plasma 什麼叫plasma plasma 呢 就是一個電漿 plasma 的意思就是電漿 就是一些離子化的 這個氣體 OK 那所謂離子化的氣體 就是有正負電荷的情況之下 那正電荷 負電荷 那 充滿在這個地方 那 你現在你想像的到就是說 這邊是正電荷 充滿在裡面 好 那你能不能想像說 每一個正電荷 它在移動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一根一根的導線 它在什麼 這個有電流的導線一樣 那這樣的一個條件底下的時候 每一個電漿的一股流 就是我們所謂的電漿流的情況之下 那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這些都會什麼 相吸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是相吸啊 結果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整個導體的話 你就好像受到了一個力 它整個很像水管被壓扁的那樣子的情況 那 我說 這個效應 有多大呢 其實這個效應在電流很小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 也就是這個plasma的濃度很小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 但是 等到你的電流已經高到10的5次方安培的時候 這個效應就滿明顯的了 那我們平常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效應的話 叫做pinch effect OK 那如果這裡面的電流是 隨著時間在改變的時候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是會一說一放一說一放 OK 那一說一放的時候 就好像 在什麼 產生一個震盪 那你就會 從這個導體裡面看到 好像那個震波 一路上一直往外傳遞的情況 所以 有很多有趣的一個物理現象 就在這個地方就產生了 這是我們 我們講到這個平行的導電的部分的話 那對一個plasma 的這個 contrast 的部分的話 也一樣的有這樣的一個效應產生 好 那這裡有問題嗎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說 我已經知道 這個磁場是怎麼產生的 那磁場的這個產生的話 同樣的我們是把這根導線 你已經知道 他外面的一點 他的磁場 是歪方向的 換句話說 在某一點 這裡的磁場的話 他這個方向是 磁場 B 的方向 非常確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 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我把這個磁場 每一個磁場 把它切 切一個半徑 R 的位置 切成 DL 的大小 那每一個半這個都是 DL 的小 然後你把它做一個 積分疊加的時候 B dot DL 去疊加 那 DL 的部分 他的方向也是切線方向 這是 DL 這是 DL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當 B dot DL 的時候 是 2 pi R mu 0 i 然後乘上 DL 因為 phi phi 等 1 的情況 那我再把它疊加起來 疊加成什麼 疊加一整圈 這個圈圈啊 跟我們高斯定理的圈圈是不一樣的 因為高斯定理這個圈圈的話 是一個封閉的區面 這裡是曲線 OK 那你把它疊加成一個曲線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DL 本身 並沒有隨著 R 在做改變 或者你就可以直接把 DL 把它寫成 R 然後這個呢 角度就是 D phi 所以 DL 就是 R D phi 那我們把它帶進來的話 你就變成 2 pi R mu 0 i R D phi 的部分 那 R R 去掉了 你會發現說 2 pi mu 0 i 本身就是一個定值了 所以你把整個 D phi G 1 圈等於多少 2 pi 對 D phi G 1 圈是等於 2 pi 那這邊的 2 pi 消掉 mu 0 i 那你就變成 mu 0 i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只有 G 1 圈啊 因為我如果積半圈的時候 這邊不會等於 2 pi 它就不會等於 mu 0 i 所以這個圈圈絕對不要忘掉 那我們把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我們把這樣子的定理叫做安培定理 那換句話說 我把它寫成 B dot D L 它就等 mu 0 i ok 這就是安培定理 那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這樣子 得出來的結果只是一個圓 你所積分的是一個圓 所以你得出來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那我說 即使我這個封閉的曲線不是 不是圓的話 那很簡單 我現在就上示圖 我說 這個是我的導線出來 ok 那 我說我把這個封閉的曲線呢 隨便做一個封閉曲線 這是 C 那每一個位置 任何一個位置上面 實際上我都可以知道 它的缺線方向就是 D L ok 在這裡的 D L 是這裡 那 在這邊呢 的 D L D L 是這裡 當然你這邊的 R 跟 R 1 跟 R 2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大小 然而不管你是在 第一個位置 或者是第二個位置的話 我們會發現 當你做 B dot D L 的時候 因為 B 的結果都是 2 pi R mu 0 i 那 D L 呢 本身你都可以把它寫成 你的 R D phi 不管你在哪一點上面 都是 R D phi ok 那也許是傾斜了 但是 你的磁場方向 你可以把它當成你這個磁場 是跟著它垂直的 這是磁場 B 這是磁場 B 你把它投影到 D L 投影到 B 上面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當 D L 投影到 B 上面的時候 B 是切線方向 因為 B 是 phi 的方向 那 dot D L 那 D L 你 dot phi 的時候 這兩個 你就是 R D phi 因為你當它 dot 在它 就是相當於它 是它的 一個以它為 原心 以它為這個 以 i 為原心 的一個 圓的 一部分 D L 所以 R R 消掉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結果是 不因為你的這個封閉曲線 是圓或者是非圓 它永遠通通是 只要它是一個封閉的曲線 它的形狀 不管 它一定要封閉 那它就是 m 0 i 這個結果 就非常確認了 那有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現在剛剛看到的是 我們的電流是朝 這個上面的 所以你的磁場 都是 phi 的方向 假設你現在的磁場是 是 潮內的 電流潮內 不是磁場 潮內 所以電流潮內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現在外面做的封閉曲線 OK 那我要用哪一個方向為正呢 你看 假設我說封閉曲線還是 phi 的方向 DL 的方向 每一個的 DL 方向 那你會發現說 對 i 的電流在這一點上面 它的磁場 是 b 這個點的磁場 也是 b OK 換句話說 原來如果是電流是出來的磁場是什麼 是這個位置 對不對 現在你電流方向相反 它剛好是反方向 那 反方向它投影在它上面的話 相當於是負的 它投影在它上面 對不對 所以 你看到了一件事情是 這個疊加起來 它會是什麼 它會是 一個 mu 零 i 這個 i 呢 相當於 如果我電流 我的這個反積分 就是我的線積分 封閉曲面的這個線積分 以右手為正的時候 那你的電流 對它來講的話 剛好是什麼 大拇指來講 它就是負的電流 這一個的 右手 跟 i 的關係 i 的正負就 決定以你這個 封閉的曲線 你怎麼取 你如果取 是這樣子的封閉曲線 是這樣子的封閉曲線 那 這時候的 i 就是小於零 如果 你另外一個封閉曲線 你說我要取這樣子 那沒關係啊 你還是取這樣子的積分 這樣子就是什麼 進去的為正 出來的為負 所以電流的方向 完全決定於 你的右手定則 OK 決定你的右手定則 那你的積分路線是怎麼取 這是很重要的安培回路的一個 這個定則 那是不是安培回路定理 這個安培回路定理 就決定了所有的磁場呢 我說不 原因很簡單 其實這個跟我們當時在講高磁定理 是類似的 你現在看到的是 我只告訴你的是什麼 不管你的磁場 是多少的話 那 我看到的是 你知道了 換句話說 我只知道了 這個 跟你的緩積分投影的 平行向量的磁場的大小 垂直的向量我不知道 那我們就舉一個例子來看一下 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首先我們就舉一個 你們在之前已經計算過的 螺旋線管的部分 我說 這是一個螺旋線管 一圈一圈的導線 纏繞在這上面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邊是出來的 電流是出來 然後這邊是進去 所以你看到的是 這邊都是出來的 這邊都是進去的電流 所以如果以最外面的話 那你就是電流是這樣子的 OK 這邊的電流 來 那有沒有問題 我們把它剖面出來看一下 那對這個螺旋線圈來講的話 之前我們已經計算過說 它如果是一個很長的 很直的 然後螺旋線管 那基本上面的話 我們先讓我們看一下 對這個長直的螺旋線管的部分的話 每一點上面的磁場 b 你可以馬上觀察 內部的磁場 我們說inside 其實inside跟outside都有這樣的一個特徵 那我們看到 先把inside跟outside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磁場 這個磁場 會不會是phi的函數 會不會 這是密密麻麻的 會不會是phi的函數 這個phi就是 代表在這一點跟在這一點在這一點 會不會是phi的函數 不會 對 是z的函數 會不會 會 還是不會 會不會是z的函數 你們後面的同學有何 高興的事情 不要看別人就是你 不要看別人就是你 是不是z的函數 同學 我在問你啊 不要看別人是不是z的函數 是不是z的函數 是不是z的函數 為什麼z 為什麼z 是不是z的函數 嗯 49號 許浩澤 許浩澤 是不是z的函數 蛤 不是吧 為什麼不是 你總有原因的 是 是還是不是 是還是不是 不過你在這一點的磁場 跟在這一點的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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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一樣 一樣對不對 因為它是長子導線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不會是z的函數嘛 z的函數 是每一個z的位置都會不同的磁場 那你已經知道了 你的磁場不會是phi的函數 不會是z的函數囉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看一下了 我說 第一件事情 你們都學過高斯定理對不對 那我把高斯定理 用到這邊來 我說高斯定理告訴我 v.ds 這個s是什麼 是surface 一個封閉的區面 它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高斯定理 9號 等於多少 蛤 等於 蛤 10場 10場哦 8號 網辰1 好等於多少 蛤 0 好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都不知道 糟糕了 对 它是正常的 你们还hold它 好你们看一下 我们说如果高师弟你告诉你的 这个是零的部分 这里面还隐行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没有持单级的存在 那我就是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做一个高师面 我在里面做一个高师面 这是一个圆柱形的高师面的话 换句话说 对这个高师面来讲的话 V.DS是应该等于S1 然后S2 然后S3 V.DS1 加上V.DS2 加上V.DS3 那你已经知道了 这个S3的方向 S1的方向跟S2的方向 我们已经告诉你说 磁场V不会是Z的函数 代表在这一点的磁场 跟在这一点的磁场 它大小是什么 一样 但是V.DS1 如果我的磁场在这一点上面是 DOT的DS1 跟在这边的DS3 是刚好相反 所以这两项加起来 一定是什么 等于零 对不对 因为它的大小 不管它是什么值 但是我已经知道 D.DS1 是等于-D.DS3 所以它们两个加起来 是等于零的 这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会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变成V.DS2 这个部分 Total加起来等于零 你已经知道这两项等于零 那就是它等于零 对不对 那它等于零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方向 D.DS2 它是等于 镜向 Phi 的方向 Raw 的方向不是Phi 镜向朝外 圆柱体 那你把它圆柱体的 所以 你B.DS2 的部分 对不对 你只得到一個 Component 而已 你並沒有得到其他的 Component 等於 0 我只告訴你說 Row 方向 它一定等於 0 那這個結果 不管你是把這個高斯面 坐在裡面 還是坐在外面 它的結論 應該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馬上從高斯定理裡面 知道 B 周 它等於 0 無論是 Inside 或者是 Outside 你都已經知道它等於 0 它沒有一個 鏡像的這個 時差 並不代表它其他方向是等於 0 這一點要很注意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我們說 好 那對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我第二個部分 我想做的 就是 我做一個對稱的 完全對稱 OK 那對稱的 如果我測試圖的時候 我會發現 我這個線是在這個 穿過圓心的一個矩形 這樣有了解嗎 它剛好穿過圓心 那穿過圓心的部分 我為什麼要讓它穿過圓心 就是我設計的 設計什麼 因為我知道 rho 方向等於 0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要積分的時候 我要對這個矩形積分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是鏡像啊 那我已經知道 rho 方向 它等於 1 rho 的 component 所以我這兩個積分會什麼 等於 0 所以對這個 Loop A 來講 從 1 2 3 4 這 4 點而言的話 那 我的 Loop A 來講的話 那我說 我依照安培定理 v.dl 是等於 µ0 i 那這個 i 是多少呢 i 是我包圍在這個回路裡面的 total i 那包圍在這個回路裡面 有多少的 i 呢 1 圈 2 圈 3 圈 4 圈 這全部的裡面通通包在裡面 進來的就等於出去的 所以 total 的電流等於多少 0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 對這個 C b 實際上就是我的 Loop A 的回路 來講的話 那我就等於 0 進去的就等於出來的 那我又知道這個回路 它應該是等於 v.dl 加上 v.1-2 v.dl 2-3 v.dl 加上 v.dl 加上v.dl 加上v.dl 那它 total 等於 從 1 到 2 的部分 它其實 DL DL 它都是鏡像的 它基本上是 row component 的情況 那你已經知道 B dot row component 的部分的話 它是等於 0 所以 1 到 2 是等於 0 3 到 4 的部分 一樣的情況也是等於 0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只有這兩項 那這兩項的部分是 B dot DL DL 這邊的 DL 2 到 3 如果我現在 這個是 G 軸的部分的話 那 2 到 3 的部分就是 DL 是底計 從 2 到 3 然後 4 到 1 一樣的 DL 還是底計 那它等於 0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的部分是 從這邊 G 過來 2 到 3 的部分 跟 4 到 1 的部分 其實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 2 到 3 的部分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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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負的 4 到 1 的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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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等於 0 OK 那這個只有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就是第一種情況是 VG 等於 0 第二種情況是 VG 等於 constant 你看 因為它的 積分的值 這個大小都一樣 所以 一個方向從這邊積過來 一個方向從這邊積過去 所以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你不知道它等於 0 過是 constant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的是 假設外面有磁場的時候 所有磁場的磁通量 是不是最後通通會跑到這裡來 然後再出去 對不對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舉行是可以無窮大的舉行 OK 那我都有值 那我就把所有空間裡面的 BG 的值全部加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跟內部的磁通量要一樣 因為你 total 的磁通量要 你看 我如果做一個封閉的面的時候 那會產生什麼結果 這麼大的框框空間的BG 全部灌到裡面來的時候 那裡面什麼 磁通密度就什麼 大到不得了去 所以 第一種情況是 外面的BG 它等於 constant 它是定值這件事情的話 是有待考驗的 我們寧可說BG 是等於底部的情況 所以 BG 依照這個 total 的磁通密度 它的 total flux 的情況之下 內部要等於外部的話 BG 等於 constant 這件事情是 我們把它 root out 的情況 好 那你現在你知道了 這是 outside 的哦 那我沒有說是 inside 它也等於 0 那 inside 為什麼不等於 0 inside 的部分的話 我就做一個 loop 這個 loop 是只有一半 那我先到我的 loop 來做一半 那一樣的 這個 相當於我上市組的時候 上市組給我的部分 就變成是 這是這樣子的 OK 穿過它的言心的部分 它這個 跟剛剛那邊 唯一最大的不同是在哪裡 唯一最大的不同是 它也是呈四項 只不過這是 loop B 這個四項呢 B dot DL 是等於 mu 0 i 這時候的 mu 0 i 有沒有值了 有沒有值 有 因為 這裡是有電流流 通過這個 loop OK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 我說 我的電流是朝裡面的 所以 我在這邊的電流 我就是 i 以大拇指為準 那我的 loop 我這樣子積分 就一致了 所以我這邊有幾扎導線 我有 n 扎導線 每一個都帶 i 的電流 所以我看到 對 loop B 來講的話 它的安培回路定理 對 它不是等於 0 是 mu 0 i 的情況 然而 這個回路裡面 它還是一樣的 1 2 3 4 就是這四項呢 V dot DL 加上 2 3 V dot DL 加上 3 4 V dot DL 加上 4 1 V dot DL 它是等於 mu 0 N R 那其中第一項 第一項是它沿著 近項的方向 Rho 方向積分 它等於 0 因為 B Rho 等於 0 OK 那 2 到 3 的部分 它也等於 0 因為為什麼 DL 是 Z 的 Component 對不對 所以 B Z 等於 0 所以它一積分也等於 0 那 3 到 4 也等於 0 因為它 B 周是等於 0 所以留下來的 4 到 1 的部分 4 到 1 的部分就是 B dot DL 就是 4 等於 B Z 的 Z Component 你得出來的結果是等於 mu 0 N R 你得出來的結果是等於 mu 0 N R 那這個就是等於 B Z 哎 B Z 它在 Z 方向的投影 B Z 從 B Z 從這個底 Z 然後 4 G 到 1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B 不會是 Z 的函數 所以你 Z 怎麼積分 B Z 都是一個 constant 它不會隨著 Z 而改變 它不會隨著 Z 而改變 你可以提到積分號外面來 那 B Z B Z 所以我們說 底 Z 積分是等於多少 底 Z 積分就看你 Loop 做得多大 那我們說它是 L 的長度 那這個就是 B Z L 換句話說 B Z 等於多少 B Z L 就等 mu 0 N R 換句話說 B Z 就等 mu 0 N R 來 也就等於 mu 0 單位長度的渣數 N N 在這邊定義是 L 分子 N 這個結果 是不是在我們之前已經計算過了 說一個螺旋旋管 內部的磁場是什麼 什麼 均勻的磁場 然後 它的大小 是跟它那個渣數是成什麼 比例關係的 所以在這裡 從這個例子裡面 你非常清楚的看到一個事實 安培定理並不是萬能丹 你不是 一個安培定理就可以計算出你的磁場 B 的 你必須要著以其他的定理 去把你的磁場 把它一個一個 Component 把它計算出來 OK 這樣了解嗎 這是一個我們剛剛講到的一個點型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去計算 Outside Outside 部分的話 你已經知道 Z Component Outside 等於0 Z Component Inside 這個是 inside OK 這是 inside 那你只計算了 Role 的 Component Z 的 Component 還有灰的 Component 你可以計算 那灰的 Component 要算 很簡單 就是什麼 做的回路就是這個 灰的回路 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因為你的回路是灰的 Component 所以B.DL 的時候 這個整個回路 第C回路的時候 就是B5 B5 OK 對 C1 的回路來講 它是等於0 所以內部的B5 是等於0 這是 inside 這是 inside 但是 outside Outside 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有兩種見解 一種見解是 你在怎麼密 纏得很密的時候 就一定剛剛好 有一根導線 從這個回路 穿過來 穿到底下去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非常非常密 密到不能密的時候 那這個就更小 但是 你很稀疏的時候 這個導線是不是 這個 這個螺旋線管 螺旋線圈 我用綠色的 那這個線圈是不是 這樣子 一直纏繞著 對不對 那你剛好是有一根導線 從 上面到底下 剛好穿過你這個回路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打算很密的時候 那就幾乎 沒有導線穿過回路 那沒有導線穿過回路 就是total i 就等於0 但是如果是 情況 這裡就不等於0了 就會有一根導線 這邊就是等於 μ0i 了 OK 所以 bphi值 就會有值 就會變成 2pi r μ0i 那這個部分 如何去證實它 你現在想一想就好 當你的線圈 每一根 一根線圈其實是什麼 我們都說 每一根導線 它的磁場 是不是就是 這是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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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是這樣 每個線圈磁場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它這邊是有磁場 繞著它 有沒有問題 當你的 這個很密的時候 這邊進去 這個磁場 進去的磁場 跟這邊出來的磁場 剛好抵消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哇 那在這邊的磁場 幾乎什麼 都等於0了 但是 如果你是 很稀疏的時候 這個就不會抵消 OK 所以你就會看到 它還是有一部分的 這個殘留的 這個磁邊端效應產生 這是螺旋線管的 一個磁場的一個情況 這邊我在寫 剛剛在寫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比物 這邊不需要寫等於0的 這邊不需要寫等於0的 直接從這裡就是 推導出來 BG是等於0 過BG是等於Constant 這等於0是不需要的 這等於0是不需要的